国小外墙 无颜六色花花绿绿 有私校招生 有补习班 游泳班贴得满满满 对照原本干干净净的墙面 家长说校园商业化太离谱 毕竟在学区感觉小朋友 就不太适合 国小出租外墙每平方公尺 墙面月租500块 算一算一年下来 光是收租就有20几万入带 但家长认为苗栗县财政困难 让国小出租外墙做广告 实在不妥 整个苗栗县学校 全部挂上这个布条的时候 这到时候真的会一笑大方 会被别人来来 觉得说我们苗栗县到底是什么 怎么会穷到要用教育这一块 来做商业欺负 不教业者并没有违反 现任股定的办法 这个学校端只能够按照 县府的计划 一整年我们目前可以收到 外墙的租用的费用 大概是二十几万 学校说这是县府政策 由于财源短缺 学校常有建设或是整修需求 苦无没有经费修缮 才会让在闹剧的学校试办 围墙广告 收入全额交由学校使用 为了一群补习班来背书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都会把家长意见 再提到采改小组里面来演绎 教育处说合约从今年三月 到明年三月 但现在广告才挂上没有多久 就已经接收到不少反弹声音 将开会听取各方意见 再做评估 建鹏俊明苗栗报导